你還沒換衣服,還在做事嗎? 看來有人忘記約了我 行…快,很快,半個小時,麻煩你 半個小時 本來我打算跟你去完街之後 吃完飯再看九點半 不要緊,多等一小時也沒問題 來吧,搞定了 行不行 吃了果子? 是 好,焗點薄餅給你一點 什麼時候有薄餅? 你不是跟我走一天吃飯嗎? 我現在換衣服,等我 是 你看看,現在多少小時? 九點,在九點半,說得及 我們馬上換衣服 別說了 隨便 怎麼可以隨便?這部電影你很想看 過了今天就下畫了 要是這樣,我們看午夜場 美女,有誰看午夜場 你不是看半小時就已經睡著覺 那… 別這樣了,看小場戲有多不閒 如果餓壞你的話,我就真是肉赤了 剩下一個冰箱給你… 對,對不起,別擔心 其實剛才我倒楣 寫劇本看見前面有少許瑕疵 你不是改天改天過了時間 弄得你整晚悶悶悶錯了 也習慣了,身為一個編劇的男朋友 經常見到你趕過天昏地暗 連飯都忘記了 就連連我的存在都忘記了 哪是呢? 要麼你明天不要上班 我今天把稿子都說了,不用上班 我明天全個人都是屬於你的,好嗎? 就這樣了嗎? 好像還欠缺點東西似的 當然是這樣 我從今晚開始補償給你 那你又怎麼看呢? 今晚 導演,真的不懂得 導演,怎麼樣? 潮先生,大件事,片場火燭 片場火燭?有沒有人受傷? 那也沒有,場火不是很大 很快就熟悉了 不過那個鏡暫時用不了 明天用廠景戲拍不到 明天那場戲能不能退後一兩天拍嗎? 這集趕著出門,不可以遲一兩天拍 你可不可以叫上線老師改一改場戲嗎? 改了戲? 明天那場是馮敬堯和丁刀的對決 這是重頭戲 是嗎?怎麼改? 這場戲本來就是這樣的 你讓我離開樓灘? 長江後浪推前浪 你還是時候急流勇退 找個地方好好享享清福 安享萬年吧 你憑什麼叫我離開? 你不要忘記 你能夠有今時今日的地位 是誰能打歉你的? 我當然記得 當日全靠你引致我被發領事 我才有機會跟他賣命 一直富饒直上 終於在樓灘佔有我的一職位 你忘恩賦義,搶走我手上的地盤 殺我眾多的兄弟 如今仲得勢不要人 想將我趕盡殺絕? 你放心 只要你答應我 以後不再踏足樓灘半步 我保證沒有人再敢動你分毫 至於你女兒 也可以繼續安安落落 阻止我們丁家的少奶奶 你拿盈盈來威脅我? 當由我一時深遠 被盈盈嫁嫁了你這個無名小樽 原來你處心積慮就是等這一天 我…我真是悔不當初 要怪就怪你女兒對我癡心一片 你終於露出了你的浪子野心 不過你真是太天真了 你以為我鳳京堯是什麼人? 這張是我剛剛跟法國領事 簽訂生意上的合同 你猜他會不會白白看著你 搞得他的生意見財化碎? 你只是怕我浪頭,我是不會中計的 不信嗎?不信就自己看吧 不可能的,法領事明明答應我 只要我有本事打擊你 不,以後樓灘就由我作主 他只不過是利用你 要跟我談個好價錢而已 傻瓜 其實在他心中 你一直都是一隻狗而已 不會的 他一直跟我說,看我好看… 他不會欺騙我的 逼小小的前頭你 你就以為可以稱霸樓灘 你簡直是癡心妄想 其實樓灘一直都沖在我鳳京堯的手上 只要我出一句聲 就可以令你一無所有 不,依然是這樣 是你逼我的 但是我們場戲的背景是在三十年代 現在失去主經,你叫我怎麼拍? 就算我外面借到那個地方 我也不夠時間再回答童景 沒問題 有什麼劇本到我手 我和上線是改不了的 場戲可而改成 這樣 下去 叮咚,馮經要 原來你也穿越了時空,來到這裡 你都是,怎麼會這樣? 當天我去茅廁 一個不小心踏腳 幫不停跌倒在屁股裡 便來到這裡 我還算了山太王 我也是,原來蕎妙在屁股裡 本來我打算跳下去 看看能不能回去 但是, 確實是衝破不了我的心理關口 但是為甚麼來到古代 你還是一代曉雄 而我依然是一個名不經傳的小流浪 為甚麼? 原來最近不斷地在我的地上搞事 還打傷了我很多的手下 那個人就是你這個流浪 我不甘心, 無論如何 我都要一常做霸珠的滋味 真是慢慢猜不到 雖然我們相處是不同的時空 但是你和我依然是敵人 看來這些主帝是我和你之間的宿命 今天我只要親手打破這個命運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等等 甚麼事? 提醒發, 這個是古代, 未有手槍 是這樣的嗎? 對呀, 是的, 一死拖不及 改, 即使改, 搞定, 繼續 只要這樣改, 就可以完美解決了 境這個問題 確實是挺有想法 但是渣流灘突然之間變成一道穿越劇 我怕觀眾一時之間會覺得很奇怪 接受不了 有甚麼辦法呢?現在這個境有問題 放心吧, 他們不是最多罵編劇 說不知道寫甚麼橋段出來嗎? 我被人罵習慣了 不, 只是看看還有沒有其他辦法 阿姐, 你不喜歡穿古代, 穿未來 到時她說幻想也行, 做夢也行 你想穿到哪兒都行, 你想穿到哪兒都行 你是大便劇, 你喜歡怎麼改就怎麼改 你問那麼多, 妨礙我改 對不起, 你打敗了一份稿 妨礙我又要你再改過 要不再稿, 讓我來服侍你 別妨礙了, 我要改稿 要不需要這麼快就回去工作模式 你休息一下, 給我一點時間陪伴, 好不好 你聽不到導演說明天要拍嗎? 還有時間嗎? 改過境有多難? 你以為改幾個字這麼簡單 就算角色沒變, 劇情沒什麼大改動 只是年代不同了 都要每句對白重新寫過 就是要整場都寫過 還有, 又要成前文, 又要接後來 就是告訴你, 整個劇本都要重頭改過 好…對不起…我不耽誤 繼續寫稿, 我充定糧等你 沖咖啡給我比我好, 沖涼 你飯也沒吃 還哪有胃口, 今晚不通頂 怎麼用這個劇本出來 好, 去吧 Kerry, 你還在爬劇本嗎? 我昨天才收到新劇本, 回不及了 其實我早就已經量好招數了 不過我們大片劇 輕輕動一下手指尾 把手槍兩個字改為刀劍 我又要重新量過招數了 不要看劇本了, 過來嘗嘗 來, 過來… 其實善姐也很難做的 一開始, 我一劍向你斬下來 拿著…我撥開, 又為劍 對了, 我一跳起來, 原地轉身 轉…好, 停 再拍到這裡, 簡單一點 一會兒再上頭過 我們再嘗嘗一次, 來… 來, 等一會兒 是… 天安 甘叔, 你沒事吧?對不起 什麼事…甘叔, 有沒有弄傷? 你說吧, 她這麼大方打下來 怎麼會不弄傷? 對不起 還犯什麼害? 讓甘叔過去坐吧 甘叔 甘叔, 你的腳全紅了 要不要去看醫生嗎? 不用…是腫了 幸好沒有傷了筋骨 找些冰敷一下就應該沒事了 那我去拿些冰給你 謝謝 怎麼辦?這一集趕著出門 這一場不可以不拍 那現在立即立望, 真是很難找人 就是啦 是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Channel Like這條片, 按一下小鈴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